大家好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份课程是 宝塔Linux面板新手教程的重制版 为什么要做重制版呢 下面具体说下 我们第一次制作宝塔Linux面板的时候 是2018年的春天 当时宝塔面板的版本是5.5 现在是2019年的秋天 宝塔面板的版本是6.9 我个人比较喜欢比较成熟的版本 特别是服务器这种基础的服务 稳定性和兼容性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也不建议大家用太老的版本 因为太老的版本也会出很多问题 那么目前来看推荐使用6.9 宝塔面板版本的变化 也会带来周边配套资源的变化 比如它对服务器内存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 宝塔面板自身的操作变化并不是很大 虽然是重制版 但是课程的受众和目标不变 面向的还是小白和新手同学 他们买了服务器准备做网站 但是不会配置服务器 这种问题经常遇到 我们的教程都是以经验分享为主 从零开始 购买服务器 安装宝塔 设置宝塔 添加站点 放置Wordpress网站等等 具体请看一下课程的目录 在教程演示过程中 我感觉容易产生问题的那些环节 会讲一些扩展资料 便于大家理解和关联信息 教程中还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陌生的词汇 比如像玉米、主机、A记录等等 如果有听不明白的同学 可以自行百度一下 网上有很多这种资料 非常的基础 如果查了资料还不明白 应该是比较难懂的知识点 请告诉我以后再补充 这次宝塔面板课程的重制版 也是我们与宝塔官方的合作版 重制版课程的内容 与原始课程主要内容一致 但是我认为 重制版的内容会更好一些 因为我们一直也在学习 也在不断的探索 虽然之前的课程 一直有更新和补充 但是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 一次性把这些信息说完善 用户再接受起来会更容易些 重制版的课程会单独发布到 另一个平台上 我们的原始版教程是在网易 云课堂 重制版的内容也会追加到 原始版本的课程之中 简单的说 网易云课堂的宝塔面板教程 既有老版本又有新的重制版 那么另外一个平台呢 只有重制版的教程 没有老版本 关于重制版课程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可见